整个强身磁砖贴完了以后 再等其他浴室用具也都安装好 那么就可以进行验收工作了 知不知道先要验收什么呢 当然知道了 首先要检查一下打底有没有出现空洞的情况 然后用长铝直尺和水平尺 来检查强身的平数位置是否水平一致 如果每1.8米的水平相差不超过3mm的话 那就算符合标准了 对啊 另外砖缝要贯通一致 强身角度要正确 同时还要检查磁砖的拼花样式 确保没有刮花 裂痕 破损 以及没有虚身的出现才可以 至于强身添花 地角线和暗角切割位置的磁砖 除了要没有崩裂角之外 尺寸还必须一致 而浴室方面 5G用具的安装位置当然也要正确才行 最后还必须检查全部磁砖嵌口之后清洗是否妥当 尤其是磁砖的空隙切口和磁砖的表面 一定不可以洗漏嵌口材料和水域残渣 就好像我们吃完饭之后 要把牙缝剔干净一样 不然留下的残渣剩菜就会很难看了 说得对 但是不可以因为过分清洗而导致移动的出现 要想一次过就收获合格的话 要做足每个步骤 要做足够的衣服 感谢观看